全油管最快新闻 广西百色市政协副主席伍义荣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广西百色市政协副主席 贵州贵阳市委常委孙少雪也被查 新疆高院原市委常委孙少雪也被查 新疆高院原副院长蒋新华 以及海南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被查 一系列涉案官员引发舆论关注 严肃执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随着多地干部被查的曝光 对于反腐畅连工作仍需持续加强 以清除腐败分子 维护党风正风的积极形象 期待相关案件得到公正审判 为反腐斗争注入正能量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